第五十四届广播金钟奖 二十八号在国富经典馆举行 本届共有六十二家业者 七百七十一件作品参赛 最后挑出一百二十六件 入围作品找足二十六个奖项 其中由参赛单位 才能法人太鲁格之音 广播事业基金会的节目 热情东海岸 一举荣获社区节目奖 和社区节目主持人奖 两项殊荣 节目是在二零一八年 花莲零二零六地震发生后 制作超过五十级的地震专题 陪伴从建户走过最艰辛的第一年 主持人林清胜说 不想让这件事情被世人遗忘 更想扮演好地方的媒体角色 获得奖项要感谢听众的支持 从广播从声音到实质的陪伴 希望能够陪伴我们自己的花莲人 走过这一年 在广播的节目当中 其实可以听到各式各样人的故事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才可以开始有产生同理心 林清胜在联访时提到 最初把自己的事业带回到家乡 不知不觉从事广播已超过二十年 透过专访来介绍花莲在地的人事物 播放最在地的声音给听众认识 林清胜说未来节目内容将会带到更广的生活面 让精彩的花莲故事可以被更多人听见 也是新闻笔定无溜台北市采访报道